第32题 下表示加以两代电体的电量 电性及距离不同组合关系 则哪一选项的组合 两代电体之间的静电力是最大的 我们晓得这是要考我们的库仑定律 库仑定律说两个代理电体之间的静电力大小 是跟电量乘积乘正比 跟距离平方乘反比 所以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认真的算出来 那么第一个组合呢就是5乘以4 然后除以4的平方 我为什么没有写符号呢 因为这里的正符号只代表相西跟相次 跟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3乘以2除以13的平方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4乘以3除以9的平方 最后一个呢就是2乘以1除以7的平方 那么确实的算出来呢来比较大小呢 就知道谁最大谁最小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呢5乘4呢是最大的 是20是这里所有的成绩最大的 所以它电量成绩是最大的 而这个距离4公分是最小的 那么距离平方乘反比 距离如果越小力量就会越大 所以它的成绩最大 距离最小 所以它一定是所谓的力量最大的 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 不同的组合之间 哪个组合之间 两带链体的静电力最大 我们答应要选A A的组合是两带链体之间静电力是最大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